昂素星光能工作手册名词解释 昂素星光能工作手册名词解释 51.落实于地,扎根,根植于的,grounding 1.精神和所在的肉体之间深层的联系,同时也和大地彼此连结 2.伸展一条以太落实能量带的过程,落实能量带的直径通常介于4英寸和你的臀宽之间,男性由第一脉轮发出,女性由第二脉轮发出,直通大地的中心 3.如此你可更能体会出在身体里的感受 3.任何使你在身体内和生活中更能置身于当下的经验 例如,对我来说,在林子里散步是个根植于的的经验所指的是,在林子里散步使我觉得更能活在此地此刻,活在在身体里,也觉得更有朝气了性爱对于某些人而言也是一种根植于的的经验 52.高我,higher self 我们的完全精神存在的一部分,具有多重面貌,位于高次元,并引领我们朝向灵性成长,进化和误导 当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伟大自我的这个部分时,便可开始将高我的各部分整合入我们的肉体里 然而某些部分人留在我们全像的高次元部分中 53.全像,hologram 任何第三度次元形象的事物,以涵盖其形状之全部的状态呈现,相对于有如平面相片的第二度次元图像,全像包括了物体的长、宽、高和轮廓 54.全像自我,holographic self 全像自我及贯通各度次元的所有部分为一,各部分处于适当的连接状态并同时彼此连接 55.平行连接,horizontal alignment 1.在此意识状态中,个体对物质界的幻象、生存需求和恐惧的认同度,多于灵魂和精神、进化,以及和神性自我的连接与其物之灵性责任 2.完全和身体内的高我断除联系 56.无尽光,infinite song 1.神斜线与神斜线一切万有或一体性的别名,其观点基于存在的事物都和一个第13度次元的连续光场共存,并与此光场连接着 2.万物都是以本身的光的纯粹本质存在着,极为无尽光的存在状态 57.次元尖锥形光柱,interdimensional cone of light 顶点在上的圆锥状光柱,覆盖在你身体的气场顶端,是由快速旋转,高震动的光频率所组成 这些光频能帮助你进入垂直连接状态,清除由你身体和其场释放出的与自身不相契合的能量 58.直觉,intuition 1.第七脉轮的全感官知觉功能,包括非逻辑推理所能解释之事物的理解力 2.一股预感,觉得有股力量引导着去做某件事,但不知所以然,或就是知道这件事做了准没错,都是直觉的例子 59.卡,1.肉体的神性附体,能导入高频率的光和生命力进肉体内,为使大师灵在迁入肉体,附体必须能完全运作 2.由具有大小不一的卡管道之旁大网络组成,包括一类四经络的系统,较高频率的能量借此下降,进而进入和维持你肉身存在的以太变光体这个部分 3.肉体,较高次元和大师灵在之间的界面区,也称为高我或基督化自我 4.卡能量是一种由较高次元之自我下降,及精细的高频率的光 60.卡版图,卡Template 异常方形平面,位于顶轮后方,极薄的以太中心,以密码登录有关个体的灵魂目标,身体和卡的蓝图 卡能量在体内的流动模式等数据,卡图版并显示此人是否能升华,有意识地死去,或经历一般的死亡,也记载着此人以何种方式死亡 61.业力,Karma 1.偏离正直诚信或有失个人操守的生命经验所形成的产物 2.一套基于万物进化的自然需要和倾向的学习系统 3.当一个人的行为偏离自由意志或诚信正直时,这个行为会招致其他相似或相反的生命经验 透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可以明白或进化原先偏师的行为,并在当下修正自己,那么就能将原先偏师的行为所产生的业力磁性给移除 62.天晴座战士,Lerun Warrior 一群来自天晴星座的生命体,在30万年前曾侵略猎户座,并奴役当地的居民,占据猎户银河通道 63.玛雅 卯素星天使长群之一,是深红色的生命体,他们的角色是灵性战士,放射出超越恐惧的神圣勇气 64.大师灵在,Master Reasons 1.我或高我 2.开怀的人类 65.麦基喜德 在第六度次元的一股集体意识,担任本太阳系生命体启发与教导国度的守护者,特别是此时的地球 麦基喜德会的修士与修女们曾在古代的埃及和亚特兰蒂斯经营秘医学院 耶稣基督曾在启蒙前十几二十岁之间在埃及金字塔与麦基喜德会的成员共同演习 66.梅尔卡巴 任何以光合意式形成的彩剧,可供个人或团体在时空中或时空之外旅行 但相对于像汽车、飞机等机械性的交通工具或机械性的宇宙飞船 67.纳玛斯德 一种古老的问候语,一般认为是起源于北印度 双手和时放在下巴之下成祈祷状,并向质疑的对象点头 它的意思是我认知并荣耀你内在的神性 68.神经通道 在脑部细微的神经线路,可接收感官上的输入并转译 根据输入的讯息决定采取何种行动 接着刺激身体和意识依决定而行动 69.神经版 脑部神经通路中的组织内有自我程序设定 对感官输入和生命经验成习惯而自然自发的反应 70.神经毒 在大多数的洗洁剂、洗髮精、髮胶、喷雾剂、肥皂 香水或有任何化学香精所含有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借由粘着在神经末梢而逐渐破坏粘膜 神经翘和脑部活动的完整性 而攻击到神经系统 71.同体 1.与存在万物达成灵性连结的自然状态 2.有时又被使用成神斜线一切万有斜线万物内在的神性的代称 72.麦基喜德惠 1.在亚特兰蒂斯以及古代埃及时 沿袭并启蒙进入灵性启蒙和升华之秘义学院的人 2.在亚特兰蒂斯时代 此惠两派别被称为灰袍和黑袍 灰袍一派是一群特殊的修士和修女擅长的并专研炼金术和神圣的魔法 黑袍一派是从团体中的炼金士和魔法师所分支而成的团体 这些成员后来勿用法力和魔法成为不守正道的魔法师和巫师 后者抗拒灵性的礼节和惠礼头原始的神圣法则 73.静光会 Order of the Great White Light 根据卯素星天使长的发言人拉所称 此会乃是今日我们所知的静光兄弟会 74.泛光天人 Overlight Deva 1.照顾 保护每一株植物和矿石精灵 并强化他们能量的庞然天神 例如 矿石王国的泛光天人 钻石之光疗跃矩阵的泛光天人 花卉的泛光天人 2.照顾与地区有关的特定功能之旁然生命体 例如天气形态和地球变动的看顾者 1.进化和物理时间的循环维持和改变两极的看护者 3.看护某种人类特殊需求的庞然天神 例如治疗泛光天人 扶桑泛光天人 新生儿的泛光天人 75.泛形 Paradine 1.一种概念或石箱的模型 通常是由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共同分享 他们不仅生活在这样的概念或模型上 而且还一同来保有它 2.有前后脉络为基础的石箱 相对于非封闭式或模糊结构的石箱 3.任何应寄存模式或信念结构 而设定好的一种完整的思考或响应方式 76.泛形转变 Paradime shift 当一个人或团体完全舍弃一种先前所设定好的 而且是可预测的思考 生活或举止的方式时 例如当某个人阶段一种来自集体意识中的信念 你只能活一世 而且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存活下来 而且它为自己创造出新的泛形 这泛形是基于 所有生命的目的是灵性上的进化 我们会进出不同转世以持续循环 直到这目的能被实现为止 77.既生存在体 Paradime shift 1.任何有意识或自然的 并且完全依赖他人而生活的造物 2.任何受到其他人能量的喂养 而不给予任何回报